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本专栏上周一和周五刊发和播出的《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以及《邓小平的罪恨就是习近平的罪爱》两篇文章中主要介绍了因为既然相反的对待毛泽东和针锋相对的对待文革的实际态度决定了对李娜和毛远新之类在文革中伴有罪行的毛家后代邓小平的恨有多深,习近平的爱就有多怯 习近平对毛泽东后人的深情厚意以及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还汇集到了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身上 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娜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籍退休待遇,也让毛远新享受到了副部长籍医疗待遇之后 居然又把邓小平生先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锐的夫婿抓进监狱 一暗一赠分明无比 如上文章内容刊登之后,有自称目前在国外占庇风头的知情者联络笔者讨论说 抓吴小辉一事的客观作用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习近平替毛家后代出了一口恶气 但替毛家后代出气并非习近平下令重处吴小辉的初衷 习近平真正恨的是当年被陈小炉引荐给他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之后 目光短浅的吴小辉居然还嫌他习近平的大腿不够粗 转而投奔了邓家 我们本专栏10月9日刊登的 习近平已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一文的最后 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 这个邓周蕊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绵绵 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 有好奇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在谷歌里建入邓小平绵绵五个字 跳出的首条就是邓小平抱着绵绵 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点开之后即可读到 图围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 邓男生了个女儿叫绵绵 外公邓小平抱着绵绵 脸上露出难得的快位等说明字样 除了这张照片更能体现邓小平生前充分享受天人之乐 并为全中国人所熟知的一张邓小平与绵绵的照片 就是那张抓住小辫子 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的照片说明是 一天外孙女绵绵自己扎了许多小辫子 邓小平一把钻主说抓住小辫子 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 邓小平正是以不怕抓辫子 及不理睬四人帮的攻击污蔑的精神 同江青一伙做坚决斗争的 另外中共官方在邓小平去世之后 陆续发行的一些宣传片中 绵绵的戏份都是比邓家第二代成员们戏份还重 足见这个绵绵 也就是邓卓锐在邓小平家庭中的地位之特殊 至于这个邓卓锐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已经是三婚的吴小辉 而日后习近平为什么单单要对吴小辉下传手 则是一个非常不杂的故事 这里需要解释一句 按照邓小平三女儿邓荣曾经的对外解释 邓小平在世时即为其第三代立下起名的规矩 那就是无论是邓小平儿子还是邓小平女儿所生的孩子 一律姓邓而且都必须是把邓小平妻子卓锐的姓氏放在名字里 这就是为什么邓男所生的绵绵大名为邓卓锐 而邓志芳所生的小弟大名为邓卓锐 另外邓小平生前所有第三代都要称呼他爷爷 没有内外之分 读过邓荣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应该会熟知如下一段描述 邓小平家同陈毅家是挨着的 打开邓家的后窗就是陈家的小前院 于是邓荣便与自己同岁的陈毅小女儿珊珊 也就是陈珊珊成为了好朋友 两人第一天进小学的时候 彼此紧紧拉着手的刑警 多年后邓荣依然记忆有心 这个陈珊珊有三个哥哥 其中名气最大的并不是曾经关到正部级的大哥陈浩苏 而是已经去世的三哥陈小鲁 网上曾有报道说 当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陈小鲁丧事期间 王岐山夫妇和习近平弟弟习远平都送了花圈 前传媒人宋扬彪透露 习近平当天向陈珊珊的夫婿 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雅说 小鲁是我多年朋友 听闻小鲁去世深表关注 希望处理好后世家属节哀 常年在外交系统工作 在丈夫担任港澳办主任期间 基本上是不闲在家 平日里走动最多的仍然是邓家的陈珊珊 居然还为邓家第三代当了一次媒婆 三年前不幸去世的严润涛先生 即发表了陈小鲁是气死的 还是吓死的一文 文章的首段内容是 陈小鲁死的当天 网上传言说是 第一野战军副政委的儿子 抓了第二野战军政委的外孙女婿 吓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的儿子 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这里说的第一野战军副政委是习仲勋 第二野战军政委是邓小平 第三野战军司令则是陈毅 不过事实上当年与邓小平担任一野政委 陈毅担任三野司令员兼政委的同时 习仲勋的职务 应该是一野政委兼西北军区政委 而不是副政委 那么一野政委的儿子习近平 为什么要抓二野政委的外孙女婿吴小晖 而三野司令员的儿子陈小鲁 到底是因为吴小晖的被抓吓死的 还是气死的呢 首先陈小鲁生前被审查 并遭受边控是千真但却的事情 2019年就在陈小鲁去世一周年忌日的当天 他的生前只有中共前农业部部长何康之子何迪 将此前撰写的怀念文章 启蒙 知交 楷模 我与小鲁的只有生涯放到网上 文中虽然是极力为陈小鲁撇清与吴小晖的关系 但该文至少还是公开对外证实了 陈小鲁因为吴小晖受审查是千真万确的 该回忆文章《最后的日子》一节中这样写道 2017年12月30日晚 我邀请了牙子 东明 万峰等一众好友 未从上海板京的小鲁接风 并预庆元旦新年 安邦保险集团自2014年被财经财新 南方周末等媒体质疑和曝光之后 小鲁成了被首富的焦点人物 2017年6月董事长吴小晖被拘捕 8月小鲁被边控 12月小鲁应召由海南赴上海 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 前面说的 关于习近平对王光亚称 陈小鲁是他的多年朋友的说法 逼者无从政委 但仅从习陈两家并无交往之记载 以及习近平与陈小鲁之间7岁的年龄差距 以及当年从未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等方面判断 多年朋友的关系实在有些牵强 而仅从逻辑角度判断 陈小鲁2017年12月应召由海南赴上海 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 即使不是习近平亲自指示 习近平最起码也应该是知情的 更何况在应召去上海的前四个月 陈小鲁即已经被边控了 什么叫边控 百度百科的权威解释是 边控及边境控制 它是为防止涉案的外国人或者中国公民 因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给境内外的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等 带来严重损失 而通过把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 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也就是说2017年年中 邓小鲁的长外孙女区吴小辉被拘捕之后 陈小鲁即被没收了护照 断绝了他以合法手段离开中国的可能 按照何敌回忆文章中的说法 对于案情及是否要退陪 没成为小鲁的思想负担 反倒是办案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 令他非常不爽 2017年12月28日 侦查大队通知陈小鲁可以回京 但不是审查结束 也就是说直到2018年初突然去世 陈小鲁仍然还是戴罪之身 对其采取的边控也好 候审也好 都是随着他的去世才不了了之的 何敌的回忆文章中还说 小鲁突然病逝 许多人把他的去世与去年底 也就是2016年底 在上海的取证调查联系在一起 认为大面积心肌梗死与外的压力有关 我不愿做慈想 而严润涛先生生前文章中所说的 陈小鲁是被气死的 似乎有点道理 这和吴小辉被抓之后 邓卓瑞及患上严重忧郁症的说法相一致 严润涛先生的文章中说 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辉被逮捕之后 中共会如何对待陈小鲁 根据网上文章披露 按照中共官方的商业公开资料 陈小鲁自己开的公司 加起来占有吴小辉的安邦总股份的51% 就是说在商严商按照商业规则 安邦的实际掌门人是陈小鲁 因为他不仅仅是最大股东 而且他本人也是理事 等于后台前台他都占位 安邦有资产超过万亿 那么陈小鲁的个人资产应该是数千亿规模 可能超过了姚依林家族在海航的资产 严润涛先生的文章中还说到 陈小鲁自己给自己在媒体上挖了个埋自己的坑 他说他在吴小辉的安邦里不拿钱 只是站台等于当活雷锋 这对习近平来说就可以顺水推舟了 把吴小辉抓捕后 政府接管安邦集团派人去安邦 陈小鲁你自己承认安邦里没有你的钱 那就一笔勾销 安邦的资产全部被政府部门接管 陈小鲁还有什么话说 估计他最生气的是股权没了 他想要回当理事的每年上千万的工钱 估计也没得到 最后一下子归零了 追悔莫及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 透露90年代作为温州市的小干部 吴小辉曾经跟随时任市长 新四军刘英之子刘锡荣探望素语老伯 得以认识小鲁 后来吴小辉下海 以代理上海汽车营销起家 大约在1998年 吴小辉邀请小鲁做他公司的顾问 90年代末 为了解决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与资金不足的矛盾 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 以BOT方式吸引民营企业投资 其中浙江推出了 航宁高速浙江段的招标 吴小辉做汽车营销生意 与公路建设有天然的联系 他想去竞标 无奈名气不够 于是抬出了小鲁 先后组建了上海标基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标基公司 浙江标基基础设施投资公司 以及航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邀小鲁挂名董事长 从此之后 吴小辉与陈小辉的生意 越滚越大的过程 这里从略 只需要特别强调 陈小辉曾经向当时的浙江省领导 引荐吴小辉 而这个省领导应该就是从2002年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 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还说 2004年吴与卓瑞结婚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问小鲁 他竟然全然不知 去问后得以确认 他警告吴不要再胡来 娶个格格要好自为之 他还说 小辉令潘高知了 自己可以解脱了 这里所说的吴小辉与邓卓瑞的婚事 陈小辉全然不知 也许是事实 原因是吴小辉通过陈小辉 结识了陈珊珊之后 是陈珊珊为吴小辉牵线 敲开了邓家大门 陈小辉之所以说另盘高知 意思是指 他自己这一支 对吴小辉来说已经不够高 而且他为吴小辉引荐的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这一支 也满足不了吴小辉的胃口 按照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称 目前在国外占比风头的 执行者的分析 当初的吴小辉 在被陈小辉引荐给了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之后 在北京等地有房地产公司的 习家姐夫邓家贵 予与吴小辉的众多产业之一 浙江国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产强强合作 没成想人家吴小辉 根本就没拿正眼瞟一下邓家贵 因为人家吴小辉看上的是邓卓瑞 应该说 不但是当年的吴小辉 就是当年的陈小辉 应该也没有预料到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候的习近平 日后居然会成为 胡锦涛的党总书记的接班人 习近平上台之后 照理说 吴小辉应该对自己当年的 有眼不识泰山 没有答应邓家贵的合作邀约 而追悔莫及 没成想立命制婚的他 居然还敢继续以先皇孙驸马自居 无法无天 毫无收敛 结果 报应终于来了 吴小辉被判决之后 其母林美香连续28次申请探视 均遭拒绝 一怒之下 这个女人开了推特账号 报当局借接管安邦之名 趁机侵吞了299间民企 给外界以吴小辉家族 已经人才两空的印象 但事实上如果从吴小辉和邓卓锐的爱情结晶吴邓卓的当然寄生权角度看 这位吴邓卓才真正称得上是人才两师 父亲被习近平下狱的同时 父亲辛辛苦苦剧脸的安邦2万亿人民币资产被充公 意味着吴邓卓所能够从父亲那里寄生的最多只剩2万亿的零头了 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请读者和听众们参照阅读本专栏2018年6月27日的文章 万亿被充公 邓家第四代人才两师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